来,我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很多很多人都很想知道的概念 就是说到底YouTube的影片播放次数 影片播放次数 他是怎么算的 还有就是如何增加这个影片播放次数 因为这跟赚钱是有关系的 YouTube他就是透过被多少人次观看来去给予你钱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看到 这部影片现在是不是观看9次 好,这部影片呢 我们来再做一下实验 很多人他会手动去做一件事 您看哦,现在这个影片是不是55秒 然后观看次数9次 那如果我今天我刷到最后面 好,那重新整理一下 重新整理是不是点这个,重新整理 有看到吗?变成十字了 然后再接下来 这点要请各位知道一下 你看哦,假设我要不要移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重新整理一下 这个重新整理 有看到吗?没变 好吧,我们关一点 我们把速度拍快一点好了 然后55秒 然后可能透过25秒30秒就跑完 然后这边次数就会又增加一次 可是事实上这不算一次 就是他可能明天后天 他就又退还 又倒退了 你有没有发现到 就是说 现在我们虽然看完了这一次 现在我们看完这一次哦 好,我重新整理一下 我看到变十三次了 可是你可能要在这个地方知道一件事情 什么叫做一次 什么叫做一次 假设这部影片有60分钟 也不是说你从头到尾看 60分钟的影片才算一次 他是这样计算的 就是假设你今天的声音 不是关到无声 如果你都已经没有开声音 代表你根本就没有在看 可以吗?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他认知的一个要求 就是理论上 什么叫看影片 喇叭一定是打开来的嘛 好,那请问您觉得 他能不能判断出来这件事 应该是可以哦 应该是可以 再接下来 我们这边这部影片就只有55秒 所以原则上你从头到尾去看完 这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今天这部影片有 50分钟2个小时 你大概只要看超过2分钟 就是安安分分的看任何一段 2分钟他就算一次了 2到3分钟 像我的教学影片我不知道他怎么算的 但是他就是算出来一部影片 好像就平均被观看的时间是2分50秒 好,我只是大概告诉你这个数值 超过2分钟 他算一次 那第一天 当你今天这部影片 像今天我放上去嘛 这部影片放上去 第一天 他是在做适水温的动作 就是说 假设你这样刷一刷 这样刷一刷 好,我这样是不是跑完了 对不对 我去重新整理一下 有看到吗 14次 这叫做测试 他在测试说 别人去看我这个影片的行为模式 但是原刷上 他还是依照 刚刚的一个计算概念 大概就是 他去抓这部影片 至少被看 而且被看超过2分钟 而且那个声音没有被关掉 所以这边声音不要随便关掉 关掉就不算了 不过基本上 我们通常有人在计算这个 影片浏览量 例如说 假设我们今天跟厂商签约 假设我们的影片呢 被观看了10万次 假设付5000块 然后呢 20万次 假设我们付2万块 然后50万次 假设我们付到100万 因为你会希望越多人观看过 你这部影片来打广告嘛 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去做行销的 所以这个观看次数 他就要预防灌损 YouTube 他有这样子的机制 好 也就是说 希望大家大概理解一下 这个观看次数 所以您去看一下 像例如说 这部影片 49.3万 有时候我就在想一想 他介绍的东西 感受耳机音质的差别 就是这部影片 他就去找了三个三个不同价格的耳机 然后让你听听看不同价格的耳机所听到的音声音的品质的差别 你看就有将近50万人次来去点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他这部影片他其实效果还蛮大的 所以这里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浏览次数的一个定义 你等一下你也可以去刷刷看 可是我觉得意义不大 例如说我再去点他 我是不是有两部影片 这个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 20秒吧 你看一下 20秒 讨完 他就要变第三遍 20秒 我们就 好吧 还是快速的去播完 你看最后五秒是他的广告 然后重新整理一下 是不是就变成三遍 好 所以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看一下你们的影片播放次数 会不会随着播完一遍就增加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这是播放次数 期末 接下来